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接着看清梁大师苏抄里头的第四端 圣文 此下至菩萨著出 第一段 明森洁之音 说明 森洁 我们对于 诸法诗相的了解 先把这个了解的音给我们说出来 这呸是菩萨 如其问中 一问此地 且分为六 说到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要记住 清梁大师将全金分为四大段 这个佛学的名称叫四分 第一分叫粗辉 举谷 却要生献分 这个粗辉也有六卷金 第一品呢 世竹妙颜品 这一品金就有五卷 我们读过了 我们也读过了 华藏世界品 世界陈旧品 这都是为我们说明 大宇宙的状况 比我们今天讲的 营火系 大得太多太多了 跟现代 科学里面的研究 很接近的 今天科学 向两个方向 去发展 一个是无穷大 太空物理 华藏一开端 就讲六四千 第二个方向是反方向 研究最小的 现在讲量子力 小 奈米 都是讲到最小的 物质里头最小的 殊不知 佛在华严经里面 已经讲得很透彻了 那佛讲这个经 三千年前了 我们这个世间还没有科学 把你看看 这个经里面所说的 就是现代科学 所研究的 所希望能够理解的 都在华严里头 所以华严首先 把 皮诺·哲那夫 一正中也 展现给我们看 那 目的呢 是让我们从这个地方 升起信心 所以 清娘大师 用的这个科判 科题 就是举骨 如来 一报 正报 都是属于骨 展示 劝导我们 身换起信 身起信 所以是 劝要身心 那么现在 我们讲的 这段经文 是第二回 第二回 到第七回 这在大分里面 大段里面 属于第二段 这一段是 修音 气骨 身解分 所以他老人家 把这个 《华严经》 分作四段 我们通常 简单地讲 性结 行正 那么结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 结 这一大段里面 由 就从第二回 三四五六七 六回 这个六回 在此地 会提到 那么 那么 那么第八回 就是第三 大分 第三大段 拓法 拓法 修 这个 净修 成行分 将修行 这个是一般学大臣的同学都知道 在这一份里面 佛讲了两千多个法门 记住 《金刚经》上师尊讲过 法门平等无有高下 他的文说是法平等的 我们用法门平等 大家好懂 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平等的 为什么呢 都能成无上道 都不可以侵蚀 都应当要尊重 那么这一瓶经 就利益世间瓶 那个瓶体好啊 你怎样才能成无上道呢 你决定要放下 利益就是放下 利益世间 就是你要把事处世间一切法 统统放下 那就行了 有一桩放不下 就是障碍 所以要彻底放下 绝物越深 放下越多 你的智慧 你的德向 与放下 决定成正比 在前面 跟主说过了 妄想分别之主 这是三大烦恼 大臣教里面 说的名词 是见识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这个三大略的烦恼 无名烦恼 就是华言经上讲的 妄想 沉沙烦恼 就是华言说的 分别 见识烦恼 是华言讲的 执着 我们用华言经 这个说法 容易懂 虽然容易懂 真正透彻理解 那个可不容易 那这三种烦恼 要放下了 你果然能把 执着放下了 与事出事进 一切罚 不再执着了 六道轮回就超越了 与事出事进 一切罚 不分别了 不但不执着 分别的念头都没有了 你就超越设法界了 超越设法界 你就升到华藏世界 这是真的成就了 升到华藏世界了 那你的身份 就是法神大师 四十一个阶级 四十一位法神大师 还要放 还放的是什么呢 妄想 妄想 无量无边 妄想有前身 层次不同 要不断地放 放一瓶 你的地位就提升一层 你看看 你看看 开始破一瓶无名 这一份发神 这是身到 华藏世界 你再能放下一分呢 那你的平位就又提升了 二诸菩萨 你能放下十分 那你就是 十足菩萨 再放下一分 你是粗行为的菩萨 神迹 那么佛说 这个妄想 有四十一品 四十一品 全放下了 这才真的究竟圆满的佛工 菩萨修行 没有别的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诸位也晓得放下而已 你看看佛教菩萨 菩萨主修的 宫阔 六门 佛门里面称为六波罗密 那是菩萨修行 主修的 宫阔 头一个是布什 第二个是持戒 第三个忍辱 第四个精进 第五个禅定 第六个般若 六门 宫阔 这六门宫阔 要归纳起来 什么再讲 就是一个布什 就是方向 这个道理 不能不懂啊 布什里面 诸位都晓得 讲三种布什 财布什 法布什 无微布什 那我们用这三种布什 你来看六波罗密 你就明白了 持戒 愿入 无微布什 紧紧 禅定 薄热 法布什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然后你才晓得 摄方三世 一切祝福如来 怎样教菩萨 我说佛 我始终感激张家大使 他是我启蒙的老师 方东美先生是介绍的 把佛法介绍给我 真正指导我修学的张家大使 他老人家真是难得 跟我讲第一句话 就是教我博士 我提出问题 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 我知道佛法殊胜 知道佛法好 很想学 不想从哪儿学习 向他老人家 请教 有没有什么方法 让我很快就能够去书 我那时候年轻的 26岁 张家大使 那个时候 60 大概61、12岁点 他沉默了 他沉默了很久 这种沉默 都是教学的手段 我问这个问题 我问这个问题 很重要 他老人家给我 答复 我必须要相信 必须不怀疑 必须依教奉行 这堂库 才叫没有北上 真正得离了 所以他沉默了 差不多将近半个小时 我们坐在一起 都像在定中一样 他说了一个字 有 我问他 有没有 方法 让我很快地切入 我在那里 居精会神地 等着 听他了 人家开始 说个有 这他就 开了口了 我们的精神 就集中在那里 听他下面的话 他讲的话不多 只讲六个字 看得破 放得下 我听了之后 好像是懂的 这两句话 不能懂 我接着就问了 从哪里下手呢 看得破 放得下 从哪里下手 他教我从布施 所以我在第一天 第一次 接受老师的教导 就把诸佛如来 教菩萨 法 总纲领 总原则 传给我 以后我明白了 说佛从初发现到如来地 就是看破 放下 放下 看破 这两个方法的辗转 相辅 相辅 从初心到极果 没有别的方法了 千经万论 无量法门 都离不开这个总原则 所以肯定 就是放下 就是布施 放下 就是布施 布施 就是放下 六波罗 六波罗 你通通 是不是 真正布施 倒是 这个 古德长江 一丝不挂了 这是行动词 就是布施 干净的 统统布施 完了 这个 一丝之身 不是我们初学人 能体会得到的 实在讲 太神太神了 这里面的义曲 你要不认真地修学 你体会不到 可以说 你学一分 你能体会到一分 学两分 你能体会到两分 你侮辱境界 跟你讲了 都没有 你听了之后 似懂 非懂 为什么 真地听懂了 你就做到了 真地听懂了 智慧开了 菩萨叫俗修 教三俗 戒定会 戒定会 是由此地 因戒得地 因丁开会 那会开了之后 再教你 大乘法 大乘法的修学 三会 三会是文思修 文思修 没有此地 戒定会 有此地 文思修 没有此地 什么叫文思修 文思修 文是基础 用这个字 来做代表 言戒 耳听 鼻袖 学长 身俗 都叫做文 用这个字 做代表 就是六根 跟六成 境界接触 这叫文 一接触 就明了 明了 用 思做代表 不时 接触之后 我再去研究研究 想一想 那就错了 那不叫三会了 一接触 就明了 明了 当然 你就不迷惑了 不迷叫做修 用这个修 做代表 所以文思修 是一次完成的 文里面 就有思修 思里面 就有文修 修 修里面 一定有文思 一二三三二一 分不开的 他不跟 这个小城三修一样 小城三修 界定会 可以分开 他这个分不开 而这个里面 全是 就近 圆满 自信 本具的界定会 真是 妙不可言 可是这个地方呢 我们 不能不知道 从哪里学起 要从界定会 学起 所以 界经里面 世尊说得很好 学服 修学 如果不从小学 小城 不从小城 小城呢 就修学 大臣 佛说 这是错误的 这是不能 成就的 学习的 程序 一定是 新 小城 在学 大臣 特有次 这个话 我们在讲习里面 也说过几次 可是在中国 没有修小城 都是修大臣 这什么原因呢 不可以 不知道 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 这些传法的祖师大德 分金的大德 都是依照佛的 这个 这个 教会 没有违背 所以 在南拜朝 随唐那个时候 《小城经》 翻译的 非常完整 我们现在 《大藏经》里面的 四阿汗 就是《小城经》 跟现在 南传 像泰国 缅甸 巴黎文的 经典 诸位 仔细 去看看 比较一下 你就晓得 中国 这个《小城经》 翻译的 非常完备 我过去听老法师 告诉我 巴黎文的 藏经 《小城经》 比我们 中文翻译的 四阿汗 大概只多 五十部 那么四阿汗里面 一共有多少 多少部经呢 大概有三千部 注意想想 三千部经 它只多了五十部 很少 可见的 我们的小城 已经是相当相当的 完整 在随末堂出 小城有两个宗派 居舍宗 陈诗宗 这两个宗派是小城 大城有八个宗 所以中国佛教 也是十个宗派 适宗 可是小城这两宗 到唐朝中叶 就衰了 没有人再学了 这什么原因 不学小城 就学大城 那佛不承认 可是中国人确实 不学小城 他就学大城 而且大城 在中国成就 非凡 比印度还殊胜 这什么原因 有原因 中国从前 学佛的 这些人 无论在家出家 没有不读 孔子书的 没有不读 是孔孔老庄 是孔孟老庄 道理就在四地 孔孟老庄 代替了小城 这中国东西 你仔细要来细心来看看 真的 小城里面讲的教义 孔孟老庄里面都有 而且孔孔孟老庄里面有很多精彩的思想 是非常接近大城 这个识 如跟道 取而代之 那么今天佛法摔了 摔在什么地方 摔在 这个 我们跟 如跟道 我们不学了 不学如 也不学道 又不肯 学小城 直接就想学大城 难在这里 所以现在学佛了 学佛的人很多 成就的人不多 绝对不是说 我们现在人 聪明智慧比不上古人 那就错了 我感觉到 现在人的聪明智慧超过古人 照理说 成就也应该要超过古人 为什么不能成就呢 方法错误了 我们没有依照 这个正规的途径 去学习 我们疏忽了 把基础疏忽了 这个早年 我们在台中学佛 跟着 李宾 李宾南老巨师 李老巨师 每一个星期 给我们上一堂古文库 内容 就是孔梦 我在台中 十年 十年没有间断 每个星期五 三个小时 十年 十年如一日 不惜 用这个来代替小城 最近 国内 海外 儿童 儿童学习 弟子规的风气 很深 这好事情 我不但极力赞叹 我还把弟子规 比如 我们 金宗学院的 课程 我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弟子规 是 事出事发的 根基 活以 从前 无论在家出家 持戒 不难 佛法的三学 应戒身定 应定得会 开会 持戒不难 为什么 现在人 持戒那么难 喜欢 研究 教理 不愿意 持戒 这原因在哪里 原因没有 弟子规的基础 中国古少 即使在农村 即使老人不认识字 他懂规矩 他从小学过 代代相传 他有根 他能守规矩 能守规矩 尊重 这个规律 持戒 就不难了 所以他有成就 这就是 弟子规是根本的根本 事法 我们不谈了 你要想学乎 你不从这个地方奠定根基 换句话说 你持戒很辛苦 你持戒很困难 你没有戒 那来的定 没有定 你怎么会 开会 你没有会 你怎么能 欺辱大臣 大臣不说别的 粗性位的菩萨 华音经是讲 实性 粗性位的菩萨 得有智慧 没有智慧 你不能入门 因此 应光大肆 提倡这三文书 真正是旧 末发时期 苦难众生 我跟诸位介绍过了 安思劝书 廖凡思学 感应篇会变 这是印族 一生极力提倡 他老人家 有四具鸡 传个后世 顿伦敬奋 行邪存尘 幸运驰名 求生尽土 守住这一首鸡 依照这三本书 去修行 正干 求生尽土 决定有分 可是你 很想干 做不到 这是什么原因 你没有根底 所以我再加一压 弟子 为 拿这个来做基础 基础的基础 一定要去 一定要老老实实去做 我们这一生 才能得度 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第二分里面 有六会 从第二会到第七会 这是接门 他占这个华严金 差不多将近是三分之二 四分里面 这一份的经文 占也大半了 这一段经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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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由 二会到七会 这有六会 六会讲什么呢 这个地方 把内容 给我们说出来了 你看 一文 次第 切分为六 这就是六会 粗 词下三平 明 卫心 令信 这是讲二会 这第二会 第二会 有六平金 前面三平 我们念过了 现在这是后三平 前面三平 要记住 他所讲的 是 生于一三叶 如来的生于一 明浩平 是讲身 讲明 四地平 是讲语 讲说法 光明 就平 是讲意 佛 是怎样 存心 等于说是 前面三平 经 是介绍 皮诺 佛提纳佛的 身于一 我们 多了之后 生起 无限的 向往 谢幕 所以接着呢 就有这后三平 后三平 这是 后三平的 第一平 问明 品 问明 品是智慧 前面跟诸位 介绍过 那么接着呢 净行品 净行品 是修行 把智慧 如何落实到日常存活 抹后一平 贤手品 成德 你在这个地方 开解 修行 最后 说你的成就 成就是古德 那么这是 第二大分里面的 初会 第二 这个二会呢 总的来讲呢 就第三会 第三会 说是主 疑心 令结 你已经相信了 那个心 就是 无根 无理 你有心根 你有心理 道瓶 道瓶里面的 你已经 居足了 那再重要的 这个 这个学习 那就是 开解 就是开悟 令结 令结 就是开悟 在 四十一位 法神大师 这是 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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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处菩萨 一行 令结 那么 不是回向的菩萨拉 把自己所修学的功德 绝对不自己享受 自己所修学的功德 给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众生去享受 所以回向 佛常讲回向三处 三处回向众生这一处最重要 其他的两处回向菩提 回向实际 回向菩提 实际都是自己为自己的 菩提是智慧 是正觉 是大觉 实际是发生 是离体 这个里头 具体的四项是众生 回向众生 利人才是真正利己 度人是真正度己 这个道理跟事实 我们都要透彻的了解 所以要发愈 普行菩萨 是大愿望 实际上 普行菩萨的愿 只有七条 前面七十月 后面三个是回向 不能没有 第五 第六回了 说实际 以启愿 令真如 已经发愿的时候 这是真如 真如 这是实际 你看看 这个佛法的同学 大家常常念 菩萨 摩霍萨 菩萨 就是直 是助 是行 是回向 这是菩萨 摩霍萨是地上菩萨 摩霍萨 是大了 大菩萨 这些菩萨的智慧 得相 跟究竟 福果 非常接近 那是真正的 真正正确 那么由此可知 前面我们所讲的 摄助 摄行 摄回向 也是真正正确 但跟师弟 菩萨 比呢 那他差很远 如果说师弟 是正式的 正正正 那他们是 相思为 这都必须要清楚 那到第六端 第六会 这是第二分里面的第六会 总的来说呢 他就是说第七会 神经病 到住处病 说 应允骨满 一阵入 临登佛 这个丹佛 等着菩萨 这一段文 把这个 第二大分里面的内容 都介绍出来了 这属于解分 你看看 这个里面的文 多长 这里面的内容是讲的 是心 是住 是行 是回向 是地 等住 有理论 有方法 有境界 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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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向上提神 滑脏如实 到西方极乐世界 也不例外 我们生到极乐世界 以我们现行 这种更新 能力 大概只能 修得 修得 凡神 同居图 凡神 同居图 里面 也有 三倍 九平 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的成就 那些往生的人 也不想通 那你说为什么呢 这里有情 有度 这是 是免不了的 但是西方世界 有个最大的好处 不退转 那是修行的环境好 所以他不会退转 那么只有 只有往前 进 这个进 有人进得快 有人进得慢 勤奋的人呢 进得快 懈怠一点的 进得慢 他不会退转 这时 其他祝福 差处里面 没有 我们这个世界 就不行了 勇猛精进了 真的 进步很快 比在西方 极乐世界还快 可是 如果 经不起诱惑 退转了 也退得厉害 所以 娑婆世界 这个修行 勇猛精进的人 大起 现代 懒散 大落 是大起 大落 这个点很可怕 大落 会落到 谷底 谷底是阿比地狱 落到那个 谷底 再想生起来 就好困难 好困难 不知道是用 多少 节 不能用年月来算 千倍一节 我们知道这个四世真相 紧绝的心 自然就生起来了 怎么样 要紧压根 要奋法 要精进 在这一生当中 决定要超越 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 你必须要记住 记住一个总的原则 要放下 我这么多年来 常常勉励同学 第一个 放下自私自利 这是障碍的根 你只要有自私自利的念头 你这一生很难往生 这个习气太深了 到临命中时 你还是放不下 纵然有人给你祝念 你也去不了 为什么呢 放不下 放下在什么时候做 就在现在做 就在今天做 不可以有丝毫留念 这是真的能解决问题 与三学三会相应 放下明文力 放下五欲六成 这个在这个世间 一切随约 有很好 没有也很好 有绝没有贪念 没有绝对没有成会 在这个圣经历经里头 修自己的清净平等句 这就对了 无量寿经经提上 就把这个修行 总的纲铃 给我们说出来 清净平等句 清净 皆许 平等定许 平等定许 绝会许 皆定会三许 佛发生三宝 清净是三宝 你看无量寿经的经体 经体里面 居足了 三学三宝 有能力 有时间 要认真 以这部经作为自己一身主修的过程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那么这是我们现在讲的第二份 第二份的内容 华言总共有九会 这是清净大师判的七处九会 第三份 就是第八会 第八会 叫 拓伐 净修 臣兴奋 这个节明白了 明白了 要干了 所以要求真正修行 这一瓶金就是利益时间瓶 我们特别要着重品提给我们的启示 释出世间法统统放下 理了 不但世间不执着 不分别 除世间法也不执着 也不分别 释出世间法 统统都分下了 那我们要问 那这样说起来 我们还要不要求生进途呢 求生进途是佛法 要 要求生进途 释出世间 一切法 统统放下 求生进途 那个生进途平为高啊 生实报专言途 生到西方喜乐世界 就花开 就花开 结佛 你是这个多殊胜 跟这个同居图 方便图 不一样 同居图 下平下身 观无量寿经 讲得很清楚 要在西方极乐世界 经历十二节 才花开解负 你们注意想想 十二节 他所讲的时间 都是我们受破世界的时间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时间的观念 方便游鱼图 方便游鱼图 时间短的 半节 时间长的 二节 三节 花开解负了 为什么我们不在这个世界 彻底放下呢 学习这些觉悟的菩萨 彻底放下 念头都不深 这就成就了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西方